互动式图像按钮的制作 那在军域的里面呢 它可以让按钮互动式的效果 那图是谁做呢 当然是影像处理的软体做 Fill Following Pack 启动Following Pack的时候 请同学点选网路的元件设计师 这时候呢 我们在按钮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点选食物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选取的是这一个 一个光环的叶子 这看起来不错 下一步 那接下来呢 我想这个要做互动式按钮 是针对维基百科 所以点选标题 先把名字先有力的取到 变成维基百科 当然是字体你可以来做选择 出黑也许大一点 看你不清楚 那如果要再大一点呢 按钮地方如果希望它再大一点 当然这边可以再拖拉 好 这边可以来调整 比如到尾的宽122高92 那假设OK了 就选哪一个呢 汇出字影像最佳化 那记得要选PNG PNG周围才会做透明的工作 好我们按另存心档 那储存呢 不能乱放哦 我们要放网站资料夹空间 1201 好 V1好了 对不对 那换个颜色 好 我们一过来希望按钮换颜色 那这时候呢 一样回到哪里呢 叶子的地方 我把这个绿色的地方点一下 把它改成蓝色 那就变成蓝色到浅黄色 好 这时候再汇出 那第二个图像就做完了 PNG 好 那叫做V2 好我们就做一遍了 对不对 就完成了按钮的设计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DreamView来 来做互动式的影像 好 比如说我们开 好点它 按右键 开新档案 C.html 按两下把它开起来 我要来做互动式影像哦 滑鼠移过去会换按钮的 那移到图像的地方 再提醒同学 你的模式请你切换 传统模式才能看到这一排 好 点这箭头 滑鼠变换影像 好 那这个是影像名称是程式控制 不管它 第一张图 滑鼠移过去换第二张图 所以浏览 好 在我们工作资料夹 所以我们刚做V1 绿色的 滑鼠移过来浏览 换成V2 对不对 这两个图就会互换 那接下来 点下去要去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输入网址 比如说我们打输入 维基百科的网址 那请同学要特别注意 要输入什么呢 http 写线写线 然后把V2 维基百科的网址打进来 所以再按确定 好 那我们点即时模式 移过去 离开 滑鼠正常看到是绿色的叶子 当你滑鼠包移过去呢 就变成什么了 另外一张图 蓝色的 有没有 那就是这个功能 好 取消 这就是预览 就是有点像你在网页上预览的效果 叫即时模式 那这个地方就是滑鼠变换影像的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网页地图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新网页 越做的同学越熟悉 D.html 对不对 好 按两下开起来 那这时候呢 图呢 其实上可以从这个直接拉进来 也可以进来 好 取消 图片就进来 我想摆中间 对不对 那摆中间点到图片的地方呢 好 在CS的地方 我们希望它置中 好 我们先摆中间 我们先不处理啦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讲我们重点 我希望呢 进行 影像地图的制作 比如说 点到这个图片 在下面 我希望把 点这个位置就连接到 新北市的超连接 同一张地图有不同的超连接 那这时候呢 点到图片上面就选这个 多边形的 那怎么做呢 点一下放开 好 点一下放开 沿着周围再点点点 好 点完以后呢 目标就在这个地方 把它输入新北市的网址 那我们这边要提醒同学 在网页设计超连接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要加http 写件写线 不可以只打后面的网址 这样是不行的 替代文字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图形初步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出现文字 这是盲人辅助的模式 或是图片初步来的时候 点这里 也就是当使用者 这张图点这个区块 会临到新北市 好来 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个区块 要来做南投的区块 一样是多边形的 再点一下 好 使用这个移过来 这同一个区块的 来 点一下这个 这时候呢 再来点第二个区块 这南投线是 唯一不靠海的县市 好 那这个区块呢 连接去哪里呢 这时候呢 就请同学 将南投线的网址 把它打进来 那我们这里就有两个区块哦 第一个区块是连接到那个 更正一下 调整一下 这个区块连接网址打错了 减下 Ctrl V贴上 那这个区块呢 我打错位置了 好 把它选起来 一样是可以做调整 那我们开新视窗 这里呢 这开新视窗 底线blank 刚没看清楚 也就是当我点选它的时候 原来网页还在 开个新视窗 连新北市 开个新视窗 连南投县政府 就像这样 最后呢 我们按F12来 来观看网页的结果 好 按F12 要储存哦 对不对 那移到这里来 变成熟 移到这里来变成熟 其他地方就没有 点这里 开新视窗 新北市 NTBC 台北 好 那点这里呢 就会连南投县哦 好 这时候我再点选这个地方 就连接到 南投县政府的网址了 好 所以我们再回到网页来 影像地图 同一个地 同一张图 可以设定 不同区块的超连接 那这个是 矩形 圆形 那这是不规则的 那连接地方打这里 那新视窗 这是南投县 有没有 好 再按F12 我们再做一次 再做这个效果 我来说 我来说